大家好 我是沃斗 本期依然是给你们介绍 有着日本版聊斋之称的恐怖电视剧 《怪谈百无语》 第五集 树盘愿旅 故事开始 我们的阴阳师卢武道长 在集市北极潭 正好就经过了一个家仆模样的人 心事重重的 似乎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看到道长的这些服务呢 也就将心将疑的买了一张 临近黄昏 卢武道长收摊回家 一群人正在打架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个武士单挑三个流氓 这个武士就是我们的拦主了 叫做青山伯墨 剑术是颇有天分 连继亲亲就有个一关半绝 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 又是酗酒又是找流氓敲架 按理说 一个有身份的武士 是不屑于亲手碰这些街头小流氓的 何况是他这种少年得志 前途无量的年轻武士呢 这个青山伯墨晚上睡觉又做噩梦 好像是被女鬼给缠上了 拉起刀出门就是一阵乱砍 嘴里还嚷嚷着要自杀 真的是发起风来 自己都不放过 幸好家里的管家给劝住了 这个管家就是白天买卢道长道福的那个家谱 眼看着这一天天也不是个事 隔天管家上门找到了道长 也就把他们家里的事情呢 说明白了 原来青山家是从一年前就开始唠女鬼的 搞得大家是人心惶惶 次女们也都被吓跑了 这段时间男主更是有了自杀倾向 这个女鬼啊 他也知道 就是以前家里的一个次女阿菊 她正好就是一年前死的 故事呢 又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阿菊原本是一个大富商的女儿 可惜一场大火夺着了他双亲的性命 家道中路也就来到了男主的家做次女 因为之前是千金大小姐 举止端庄又大方 性格呢又温柔 再加上人长漂亮活又好 大家都很是喜欢他 然而坏就坏在 那天他不小心打破了男主家祖传的青花瓷牌 估计是没贴膜一摔就坏 管家是吓得不轻啊 按照祖讯 破罐子破摔者 斩 没办法 身为一家之主 男主只好亲手了断了阿菊的性命 自此之后 府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 不是有人生病了 就是有人受伤了 次女们呢都跑了六个了 只有咱们这些大佬爷们胆大的敢留下来 大家也都知道是阿菊怨念未消 回来报仇的 所以这次希望奴巫道长出马 帮忙降妖楚慕 说着还拿出了三枚金币 作为定金 已经接不开锅的奴巫道长 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第二天 道长就批电批电的来了 摆好架势准备施法 拦主回家正好看到这一幕 什么 我家有鬼 你才有鬼 你们家才有鬼 你们全家都是鬼 直接拔刀将奴巫道长扫地出门 临走之前 道长一瞥眼 不是你们家没有次女了吗 怎么还有个女的 想不通 晚上 道长正准备睡觉 屋外突然就传来了敲门声 说是拦主家来的人 这一看不正好是白天那个妹子吗 难道是他们派你过来给我道歉的 看在你漂亮的份上 那就进来坐一坐吧 让频道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有没有服务员之类的 也是极好的意思吧 可妹子手刚刚一触碰到门的边缘 就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卢巫道长心里明白 咱家是化了结界的 鬼进不来 难不成这个妹子是鬼 难得有这么漂亮又诚实的鬼 如果不嫌弃 频道还是可以帮忙减散一下身体的 可他只是想和卢巫道长聊聊天 两个人来到河边 道长也就明说了 你是不是怨恨你的主人杀了你 你快点走吧 说着便念起了咒语 弄得妹子是欲火焚身 娇踹中说道他一点都不恨蓝主 相反正是蓝主才给了他生存的意义 这就起了怪了啊 明明是这个蓝的杀了他 他不恨反而爱得很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是传说中的斗M吧 此时妹子也就说出了他的故事 时间又回到过去 阿菊对蓝主有意思 这一点就连蓝主身边的手下都看得出来 而阿菊一直以来的贴心账务和温柔写文会 再加上这种颜值 其实蓝主对他也早就动了心 两个人相互坦白了爱意 这不两人刚办完事 蓝主就拿出了祖传的发柴 送给阿菊作为取他的信物 阿菊那一刻真的非常的开心 但坏就坏在 之后蓝主的舅母上门走动 实则就是给蓝主介绍对象的 那个大酒宝大人的奴阿龙小的吧 高买18岁老好看啊 身材老好屁股老巧 老快龙小的吧 大酒宝位高权重 愿意将女儿下嫁给你 上辈子急了多大的得 哎哟 以后飞黄腾达那是分安分钟的事 蓝主这边面露蓝色了 鼓起勇气将自己要娶女佣阿菊的事 给说了出来 哪知道舅妈大发雷霆 只要她活着 你就别想娶那种阶级的女人 舅妈舅妈 做人不要强人所拦 这种强柳的瓜根本就不甜 以后还指不定就老八二离婚了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错爱 你可以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我 虽然我跟蓝主长得不是很像 但我的发型已经跟她很接近了呀 外面的阿菊也偷听到了这次谈话 正字伤心 蓝主出来宽慰她 放心吧 除了你谁也不娶 之后舅母频繁的来蓝主家游说 还想给阿菊安排别的歪瓜裂枣的对象 舅母呢也找阿菊谈话 家里的仆人呢也在谈论这门情势 如果蓝主娶了阿菊 先不说前途的事 很有可能就会激怒那位大人 说不好还会给自己的族人带来灾难 阿菊这一听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正巧那位大酒保大人要来 蓝主吩咐 拿出祖传未贴膜的青花瓷盘来招待贵客 管家反复叮嘱 这可不是普通的盘子 这是在青山家流传了两百多年的 即使打破一个盘子都会被斩首 阿菊呢正在擦盘子的时候呢 蓝主又跑来告诉他 他已经决定好 这次他要当面拒绝大酒保大人 说清楚取你的事 如此一来舅母也就死了心了 对吧 看着蓝主如此坚定 阿菊也有些慌了 蓝主是铁了心的 不顾性命的要娶她 她更不可能置蓝主的生死于不顾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让自己死 才能真正打消蓝主取她的恋头 于是故意打破了盘子 即便蓝主宽宽大量 如果你是不小心打碎的话 我也不会怪你的 可是如果是故意的 那么就真的没办法 阿菊一心求死 蓝主还是下不去手 想让阿菊逃走算了 可是阿菊觉得 如果离开了这里 比死还难受 也无数可去 如果死 他希望死在最爱的人的手里 最终 蓝主只能当着众人的面 杀了阿菊 履行了家族的训绩 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祖宗 想出来的这种祖训 至此之后 蓝主日渐消沉 天天找流氓 群挑单挑 其实就是一心求死 回到现在 阿菊这次来 就是希望卢部道长 救救蓝主 让他爱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说完便消失 留下了那个法差 道长呢 也不得不感叹 阿菊为爱牺牲性命的伟大 第二天 卢部道长就来到蓝主家 晾出了那个发柴 你还记得这个吗 阿菊希望你珍惜生命 好好地活下去 此时 之前约嫁的流氓也找上门来 蓝主头也不回地跑出去 准备决一死战 流氓果然就是流氓 二十多个人埋伏 一个人也就算了 还一个一个地不穿裤子 作为流氓 你们也不至于如此的特点分明吧 蓝主毕竟是高阶武士 不落下风 众流氓呢 也不敢轻轻妄斗 可一扭头 阿菊的鬼魂出现在了人后 摇着头 似乎是不想看到 蓝主继续这样作践自己 蓝主扔掉了刀 似乎放弃了抵抗 流氓们一拥而上 挤刀就将蓝主给劫过了 管家和卢武道长 匆匆赶来 已经为时已晚 其实卢武道长 基本也就没有真点赶到过 这个时候 旁边的阿菊和蓝主的灵魂 一同出现 蓝主呢 似乎对这一结果很满意 因为他跟阿菊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这一次 没有任何人来反对 两人向道长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就消失在了天地当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次终于不是扎蓝 也不是扎女 而是一对被棒打鸳鸯的情侣 虽然这个故事在古代 但是你们以为 这种父母长辈不同意的爱情 就没有发生在现代吗 我相信还是有的 可是我不会去说 父母要把选择权利 给孩子这类的老生长谈 因为我也见到过 长辈牵线后幸福的 也见到过自由恋爱 爱得死去活来 非君不嫁 非你不娶的 最后老白了离婚的 人的一生太长 人又是最多变的神物 我只能说 遇到错的及时止损 以免错过下一个 遇到对的 就好好地珍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